這個Case我也接過耶 真的假的 就是我一個 對 很像就是 你可以做翻譯 就是一樣 跟那個 而且其實很難 非常難 然後那個時候的女朋友就是 她也是日文翻譯 是台灣人 但是雖然她是台灣人嘛 她的日文也厲害 但是有些東西沒辦法 所以就是拜託我幫忙 但是我跟她講說這個有一點難 但是沒關係 反正妳是日本人 她是就是大家知道 她找錯人 對 真的 真的 瑪丁的日文比我好是真的 因為就是那個文字還有文法嘛 因為我是就是因為台灣人也是啊 會 你在說什麼 就是夢多是一個 我講不太會 真的不太會 我真的很隨便放耶 表示是反應 知道嗎 就是很 不太可能日本人會講那種的 就是外國人會講那種 全校人會講 流氓那種 就很莫名其妙的東西就對了 就莫名其妙的放日文 然後就是我想說好吧 因為女朋友說OK嘛 她說隨便 我說好 隨便啊 結果 台灣怎麼這麼說 結果 對 就是在真的 在比較嚴肅的開會的那種地方 就放那個影片 但是就是我講過啦 問題應該是在於說 本來就 比較隨便的人 然後交給她 她說就是 隨便弄 那就真的很複雜喔